去世的父亲在父亲节那天变成僵尸 从墓地爬出来向自己的子女索要蛋糕吃 今天为大家带来恐怖电影《鬼作秀》中的一个故事 父亲节 这天是父亲节在一个豪华的大厅中 丽姐和自己的侄子侄女以及侄女婿正在等待 他们等的是在家族中被当成疯子的姨婆白毛姐 据说白毛姐亲自杀害了自己的老父亲伯纳森 随着丽姐的诉说 画面来到伯纳森生前 她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走私犯 老了以后作风也依旧横行霸道 终于在她184岁的时候被确诊得了中风 而作为女儿的白毛姐必须全天候照顾她的起居 伯纳森则每年都在父亲节那天叫嚣着 让白毛姐给自己做蛋糕吃 一边嚷嚷还一边叫骂 在她的眼里白毛姐照顾她是为了她的巨额财产 之后白毛姐爱上了一个男人 可这个男人在打猎的时候被伯纳森找人谋杀了 白毛姐一想到父亲平时的行事作风 立马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也彻底击垮了她 仇恨让她对伯纳森再也忍无可忍 最终她扬起烟灰缸砸向了伯纳森的脑袋 伯纳森死后 白毛姐的侄子侄女分到了一大笔财产 因此他们觉得伯纳森的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总之没有一个人为她的死而感到悲伤 而当事人白毛姐则每年会准时去到父亲坟前 然后在那里坐上一个小时 她将早已干枯的花束换成新鲜的 坐在墓前掏出自带的美酒小酌 一边痛斥父亲的罪行 一边略带悔恨的哭泣 并且说出了为什么自己杀人却没被抓的真相 原来当时家中的女仆帮她打理了现场 伪装成伯纳森是因为意外摔倒而亡的 就在这时从坟墓里钻出来一只腐烂的手 老伯纳森竟然变成了僵尸爬了出来 她叫嚣着向白毛女索要自己的父亲节蛋糕 并一把扑倒她送她上了西天 很快天色就黑了 屋内的几人正在跳舞 侄女婿走出室外 并看到了白毛姐停在屋外的车 于是就去坟场寻找白毛姐 但只找到了白毛姐之前喝剩的酒 发现是好久之后她捡起来准备享用 却一不小心摔进了泥坑 突然她感觉头顶上的墓碑动了一下 她惊恐地扒拉着想要起身 却摸到了一旁早已死去的姨婆白毛姐 此时伯纳森出现在前方 多重画面结合 吓得她不敢动弹 随着伯纳森一挥手 石碑砸下将她压成肉饼 此时室内的三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担心丈夫的侄女想出去寻找 但她又不敢独自出门 于是让哥哥出门帮忙寻找 但作为哥哥可不想听妹妹的命令 就在俩人争执的时候 丽姐说她去找好了 说完起身离开了大厅 她去到厨房 想让女仆和自己一起寻找 却发现厨房地上全是血迹 推开门一看 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早上的汤菜也都还炖着 她又试着呼唤了几声女仆 突然女仆的身体出现在门后 丽姐被吓得想逃走 却被老伯纳森挡住了去路 她嘴里叫嚣着要吃蛋糕 然后抬手拧断了丽姐的脖子 时间越来越晚了 眼看着出门的几人一个一个的失踪 侄女十分担心他们的安危 在她的强烈请求下 哥哥终于答应陪她一起寻找失踪的几人 他们首先来到厨房 当看到地上的血迹之后 哥哥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妙 她还没推开门 老伯纳森便端着用丽姐的头做的蛋糕走了出来 嘴里还喊着复兴节快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以说恶人老了也还是恶人 至于死后也可能变成恶魔 殃及家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